小时候常听到有人说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 日本人来到中国 路过南京都得绕着走 我当时是深信不疑的 认为这是南京 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大特色 直到我真正踏踪南京这片土地之后 才意识到 这座城市的民风平和且包容 数不见的全国知名性地标建筑 无序地散落在它下下的十一个曲线中 却无意外地将这些因受山丘 河流 湖泊 古迹影响而导致的繁华路网 指引得格外明晰 一路下来 遍地都是惊喜 处处都是知识 南京长江大桥 秦淮河 玄武湖 金明寺 紫金山 羽花台 值得发掘的元素多到超乎想象 丝毫不愧对它这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的美誉 在中国古文化中 金代表着高层建筑 云云众生 屈屈于下方 遥不可及 在中国古代 有东西南北中 五金制风云的说法 可多数都保不住它的位置 平凡密住 始至如今 华夏大地上 仅剩北京与南京二城 独享此尊荣 然而 正是它在 季贫金若年代的中国 有着都城的身份 才使得它 成为被魔鬼投入的首要目标 其实 很多人长期以来 对南京大屠杀这个史实 只是一知半计 心中充满了许多疑问 比如说 吴阿平供奉的诸如 松井石根 古寿夫 叶田义等战犯 在当时都是什么角色 为什么拥有着 多于日军数十倍的南京军民 嫌有人反抗 为什么日军在南京会如此冷血 与今天日本极力想对外展示的 谦卑形象 盼若云尼 今天我就用两极的篇幅 将此段史诗 给大家做一下梳理 在19世纪中期之前 日本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 与欧洲工业文明 完全隔绝的孤岛 其军事技术 一直停留在弓箭 刀剑和火枪的水平 资源极度匮乏的它们 就犹如海盗一样 时常吸毒 侵犯我国的沿海地区 破坏家园 抢夺财物 与明清两朝的军民们 打的是有来有回 1852年 美国人派海军准将 马修佩里前往日本 以武力威吓的方式 比其就范 终结了他的孤立状态 1868年 来自国外的威胁 进一步迫使日本做出改变 使其以惊人的速度 在科学经济和军事等方面 迅速步入现代社会 这一时代 始称为明智为新 19世纪末 先发展起来的日本 已准备好大展拳脚 在亚洲邻邦的身上 测试自己的新力量 1894年9月 日本不仅占领了平壤 还在海战中 使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清政府被迫 与其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台湾 澎湖和辽东半岛被割让 1905年 日俄战争的胜利 更加膨胀了他的野心 认为西方列强们 也不过如此 对外殖民带来的丰厚利润 和获胜快感 使其认为他命中注定 要以对外扩张的方式 来统治其他的国家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和1929年的大萧条 重创日本 外加几十年繁荣时期 带来的过剩人口压力 叫他们开始 觊觎中国更广阔的土地资源 20世纪30年代 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 为了这次赌上国运的战争 军国主义 开始渗透到日本男孩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些学校的老师 就是军官 他们向学生灌输 日本的天定命运 就是要征服亚洲 还向他们灌输 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 在心理层面 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 做好准备 另外 被歪曲的历史和科学等内容 也使得学生们迷信 大和民族是高于其他民族的超级种族 1937年7月 通过卢沟桥事件 日本终于成功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7月底 日军已牢牢控制了整个津津地区 同年8月 日军侵犯上海 但是 征服上海的困难度 远远超出了日本的预期 使得日军领袖扬言的 三个月内征服全中国的美梦化为泡影 当11月 上海最终沦陷时 恼羞承重的日军 心态日趋邪恶 在他们向都城南京进发时 许多人心中 都燃烧着复仇之火 其实 早在8月初 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后 南京政府就以被迫做好准备 以应对敌人在其他地方 可能发起的进攻 城内开始进行防空演习 修建防空洞 把红顶和白墙全部漆成黑色 整座城市 似乎在筹备一场大规模的葬礼 8月15日 南京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南京承受了几十次 日军更大规模的空袭 成千上万的人 无论贫富 都争相逃离南京 然而 更多的人却留在了这里 选择了观望 好些人 要么年纪太大 要么一贫如洗 除了留下 别无选择 上海陷落之后的11月底 70万国军 接接败退 20万日军兵分三路 正向南京进发 第一支由中岛金昭武率领 在长江南岸 沿江西行 指挥第二支部队的是松井石根 他是日军在整个沪宁地区的总司令 其行军路线位于中岛部队的南侧 第三支部队由柳川平柱领导 他们在松井部队的南面向南京进发 然后转向 从西北方向进攻南京 在日军前往南京的路上 极少有中国人能幸免遇难 据密勒市评论报报道 日军的入侵 使苏州人口从35万人 骤减到了不足500人 也正是在上海保卫战失利的11月 蒋介石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 是坚决抗日保卫南京 还是把整个首都迁到更安全的地方 最后 这位统帅决定两者兼顾 但是他并不亲自留下守卫南京 而是把重任交给一名叫唐生智的下属 蒋介石认为 保卫南京可以减缓日军向前推进的速度 并给其他地方的国军以喘息休整了机会 也许蒋介石早就知道 唐生智根本无力指挥军队 与经验丰富的日军作战 叫他数位南京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显示国军将坚决抗日的决心罢了 在将南京交给唐生智之后 蒋介石命令大部分官员转移到南京一系的长沙 汉口和重庆这三座城市 在大批官员撤退之后 南京城里已不再有任何的交通工具 政府大楼也都人区楼空 11月中旬 5万名国军取代撤走的官员 占据了人区楼空的政府大楼 截至12月 驻扎在南京的国军已达9万 在将博物馆藏品和数百项珍宝 装船转运出去之后 12月8日 蒋介石夫妇及其军事顾问乘机离开南京 盘踞在郊区的日军对南京中心城区的围攻即将开始 好了 由于时间和接下来的内容能否正常发布的原因 我将后半部分放到下一集来讲述 已经做好准备 欲探知详情的朋友 可以一步下一集了